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民营权时报 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 传统整副推拿在生活上的应用 首先我们还是邀请到胡振亚胡理事长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理事长你好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胡理事长的基本资料 胡振亚医学博士 大疆大学法学硕士 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 中华民国传统整副推拿是 职业工会全国联合总工会理事长 其实传统整副推拿 在我们的古老的传统里面 就一直都有延续下来 但我个人我个人 我个人觉得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 对身体的一个保健的一个方法 那今天我们非常的荣幸邀请到理事长 还可以再来跟我们谈一谈 有关于传统整副推拿在生活上 到底运用了什么呢 谢谢主持人 借这个机会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传统整副推拿 当初在民事条理的产业发展的时候 对 有蛮多的说法就是说 这个名称好像比较生硬 比较不符生活上的一些普遍性 传统整副推拿吗 是的 是的 不符合生活上 就是有一些民众 或者说一些的人 会觉得他好像太专业了是吗 对 他们希望是一些什么 经络养生啊 什么经络条理之类的 我知道了 因为我记得小时候都是去国书館 怕疼 外丢 一定就是跑国书馆 就是妈妈都说走来国书馆 很早说去找医生的 对 你这就对了 我这就对了 我们传统整副推拿 就是从国书馆变过来的技术跟技能 是的 当初就是说 你受伤以后 你会受伤 你应该知道怎么样的不受伤 怎么样的能够 让你的这个筋骨 能够正常的运作和运用好 而不是说你只要去 依赖这个医疗的 方法 过程 因为以前看病也比较贵 没有健保 不是 以前的医疗志愿是比较缺贵的 是的 所以有所谓的民俗疗法这一段 对 当时民俗疗法的那个 十三项里面 像推拿按摩 挖沙 法冠 这些都属于民俗疗法 当初还有一个疗法在存在 就是等于说是一个 亚健康的一个 一个方式之一 对 那现在医疗比较完整 就是确定是把医疗回医疗 那养生会养生 这个要区隔开 把它有区隔 区隔开 因为我们这个部分是没有做医疗行为的 是 是 不能跟医疗行为去扯上关系 是的 那既然是这样子 它在这个生活上运用的推广 变得又是格外的重要 格外的重要 没有说 那就是 一般的民众 希望能够借着这个 他能怎么推拿的相关的这个理论 还有他的手法的运用 能够达到这个所谓的疏解精密消除能量的 效果 养生的目的 是的 这一段就是 借着推广的 那它实物上的运用其实是非常的广泛 因为这个手法跟这个技术技能 是一个需要熟练的 而且是 就是一般 比较浅 说起来是比较浅诚 比较 比较 比较没有搭动 三哥的那种 那种筋骨的 那种 一种内容 是 之下 但是呢 就是非常需要 好比说一般的休闲 休闲养生 或者说在这个 SPA按摩 对 还有这些 好比说那些 找人照顾 对 里面的一些 不是治疗方面的内容 而是一般的这种 这种筋骨的不舒服 舒缓 舒缓 而且就是说 要符合这个 非医事人员可以去做范围 是 因为医事人员 他的 他的 他的训练的流程 跟训练的过程 非常严谨 所以他 他的那个 人数跟他的 工作的能量 还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没错 那如果 但是整体的需求 社会上的需求 其实是非常 非常非常的大 在未来 这个 这个老年化的社会 还有就是说 人们逐渐走向休闲 中的这个内容 还有一些 运动的休闲的内容 他都会有蛮多的 内容是需要 就是说 非医事人员 但是他在一种 不是涉及医疗行为的 情况之下 能够 等于说能够在一个 运用的一个手法 对 能够在 一般的状态之下 能够 借着一些 一些平常这个 熟练的一些作为 能够达到这个 让身体能够舒缓 放松的效果 而又减少这个 吃药打针的 后果 进入那个 病痛期的时候的那些 不舒服的一些症状 对 那些问题 尽量就是能够 不要在这个 得病之前发生 或者说在你得病的 医疗的治疗的行为 之后 或者说在他的当中 还是可以有一些 这个 这种物理性的 这种 舒缓放松的作为 是 而让这些 非医事人员 能够具备 这方面的手法 跟技术的时候 我相信对 对活人的这个 身体的 跟身体 舒缓的放松啊 而且达到 健康生活的目的 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 这里我可以问一下 理事长吗 现在的人很喜欢滑手机 对不对 头是不是都垂着 然后呢 是不是这个肩颈啊 就是很紧绷啊 不舒服 那如果说 我们自己 要减少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不舒服的 线的状态 我们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解决吗 可不可以在这里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分享一下 就是一些小动作 或是做到什么 可以 让我们的肩颈 不再这么的难过 不舒服 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目前 目前社会上 最多的问题 对 因为我看 搭捷运 大概有95%的人 我都是低着的 所以 大家有个印象就是 现在很多的好的车子 新的车子 它都有所谓的抬头显示器 抬头显示器 抬头显示器最早是 发展在飞机上的 是 飞机上的 飞机的驾驶 飞行员 对 他在驾驶飞机的时候 他就是 就是仪表板上的数据 都是抬头就看得见 就是在玻璃上 就会有医标板上所有的显示 那现在你看很多的车子的 行车的速度啊 还有说这个 很多这个 你加速那个转速的表啊 还有说车速的表啊 它都在这个 玻璃 玻璃上看见 对 就是代表说 抬头 额头稍微向上 稍微微向上 微微啊 就是一个 颈部放松的一个姿势 那这个你看 刚好跟我们现在 大家滑手机的低头的状况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境界 基本上这是一个姿势上的一个 所以只要你不舒服 就稍微抬头 这样嘛 这样就会有得到 舒满的效果了 这是最基本的 另外就是说 如果说你要考虑到你的手法 是 你的手法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背后啊 有一个大椎 大椎屑 也就是颈椎跟胸椎交界的地方 是 就是胸椎的第一椎啊 就特别突出那个地方 突出那个地方 现在很多很多的这个 这个 我们的 就是说 玩滑手机的啊 玩低头的 最终都已经突出了 对 好像你看 就有点 啵啵啵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 有一点 那是水牛肩的 你看水牛不是那个地方是凸起来的 是是是 然后它是要那个 拉 离田 对要离田 那个 那个就是所谓水牛肩 是 那个 那个位置啊 是我们这个整个 必从神经跟老神经 间 交集 交连的一个 一个位置 那个 对我们这个整个人身体的 脊椎的 整个脊椎的内容 是 有很大的连带关系 是大椎屑 所以大椎这个地方 对按摩就非常重要 所以很不舒服的时候 稍微给它揉一揉按一按吗 就是 你把手 自然放在这个 大椎上面 是 然后 稍微 稍微转动 转动 稍微上下 上下左右转动 稍微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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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应该就会比较好 另外就是说 如果说你在这个前面 它这个按照我们现在那个 基金膜的那个内容 也就是我们膀胱筋的内容 是 它是从我们这个 梅中这个是 往上 是 往上到这个法界 所以这一段的这个 这一段的这个放松 背端的放松 哦 用手指头 指腹来做按摩吗 指腹就可以 推 指腹直接由 由下往上这样推 你推的 推过去就可以 是 推到法界 推到法界 然后能够继续往后是最好的 继续往后 继续往后 往后到我们的后脑勺吗 后脑勺 对 后脑勺一直如果说 能够延伸到这个 刚才那个大椎 大椎 给它暗柔一些 哦 所以你的手不能太 就是筋骨不能太硬 要不然你就 就划骨过去 对对对 这样子 有的人就手就是伸不到后面 啊 如果说手伸不到后面 这个左右两个 是 左右两个肩胛 肩胛 对 这个锁骨 这个锁骨跟后面这个肩胛 是 中间有一个凹窝 对对对 这个点叫做缺盆 缺盆 缺少的缺 缺盆 缺盆的盆 缺盆的盆 缺盆穴 就是说你压肚缺盆穴 然后活动这个 转动吗 转动 稍微转动 哦 稍微转动 是 左右各做各做个五到八次 嗯哼 是 稍微转动 如果发现可以 可以拉入那条锦 哦 有有有 我知道 然后这样子 对 左右轮流做 轮流 一左右 这样子 对对 或者是这样吧 这样也可以 这样这样这样 哦 就是这样 压住一边对 压住一边做这个 先压住一边 然后再压住一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我们那个观众朋友 如果刚好在看我们的视频 这个对我们的肩颈啊 到颈部啊 头部这边都可以得到很大的舒缓 还有一点 我也是顺便就是给大家一个分享 是 我们长帮老人家在捏这个肩颈 对 就是所谓捏这个肩颈 对 我们大部分的人就这样在捏 对 对 呃拜托以后就是 你就是左边捏右边捏 左边捏右边捏 哦 因为我们人是一个 步行的 对对 不要一起捏 我们不是那个袋鼠 也不是僵尸 哦 它不是 你两边同时捏 你的里面的循环 它是不适应的 哦 原来如此 哎这个很重要哦 因为 这个非常重要 对 左右左右 一边左一边右左右左右 轮流就对了 不要一起 不能这样 嗯 嗯 这样子 我们 身体的一个循环系 里面 里面会confuse 就像我们人这样动 是跳不了几下 但是走路可以走 三页三页路可以走 是是是是 他是一个 人是一个交替的 就是也是一个阴阳配合的 了解了解 这一点也分享给大家 哦 因为这个 我相信大家在外面很少听到 因为你就算去给人家按摩 人家也不是这样在做 很少人会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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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那只有除了自己 就是自己这边捶完换这边 这个有可能 因为自己要这样捶是 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包括我们做按摩仪 他在捶 他也是一起啊 对对对对 如果你那按摩仪程式 这样子你就不要买了 听见了没 按摩仪程式是这样就不能买了 那个是对我们的身体 是不符合身体的常理 对对对 哦 了解了解 哇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 胡理事长 带来这么多的分享 这个是在目前啊 就刚刚这几个动作 是在目前我们生活上 一定从大人到小孩都 会非常需要的 那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也谢谢我们的胡理事长 再次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理事长 谢谢您 谢谢观众朋友 以上民权时报记者 陈陈欣现场采访报导 谢谢观众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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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众朋友